但是人 我们一定要晓得 人会变 现在人变 是正常的 不要罪怪他 为什么他没有根 在高明厚历 每一次他会变直 学佛学多年 学几十年 遇到的还会变直 都不要去责怪他 什么原因他没有根 从头都没有根 古人便捷 是可以在背的 为什么他从小受过在背 他不是不知道 那个便捷 是烦恼习气太重了 他经不起诱惑 现在人没有受过 基本的训练 文佛法 接受圣前教育 都是中年 没根 那个不便 那是真正大闪根 不是真正叙事大闪根 怎么可能不便 所以对于便捷 我们决定不责怪 若无其事 不要放在心上 知道是正常 我们心永远是平静的 绝不受他的干扰 自己能不便 我这一生很小心 能走过来了 什么原因 天天都行 没有离开进本 天天跟大家分享 跟大家分享 实在讲 是自利 利他太少了 几个人听懂 几个人听明白 真正是一遍一遍 自己的寻修 成就了自己 就我说我五十年 五十多年讲经教学 一堂阔没缺的 是我自己 除我之外 谁一堂阔不缺的 一个人找不到 自己教自己 展开精进 面对佛菩萨 天天跟佛菩萨在一起 外面诱惑 佛菩萨这样告诉我的 不可以 如果说 三个月 不读今天 不做分享 我会不会便捷 保不住 给主意讲 真的不是假的 为什么 我们小时候 我们小时候 虽然站到一顶根的边缘 没挣扎了 父母 父母懂得逃难 跟日本人打仗 天天逃难 八年 八年那个事情 正是杂根的时代 在战乱当中 所以我们本身 我们本身自己的根都没咋吻 所好的 这就是张家大师教的我的 说释迦牟尼佛 不离开经教 不离开 这样天天 天天 反省 天天就 闻一眼 学佛陀 佛陀过度 简单的生活 没有任何欲望 甘心情愿 得到发习 发习 教学当中得到发习 尝到了发习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